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还没赞 记得CLS 按摩曲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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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多罗先生 今天我去哪里找食呢 你知道多伦多的车仔麵不是很多一家 这一家我今天来就是新开的 叫老猪车仔麵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Facebook那些 其实它都酝酿了开很久 终于今天就是它的第一天开张 我当然是要来试 它是一个港式的车仔麵 叫老猪 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是Hirway 7 和Wordon 这里是Hong Kong Bank 看到对面有一个Hong Kong Bank Hong Kong Bank 这里有一家客户店 旁边就是老猪 我刚才已经排了一张桌子 这是它的营业时间 它在这里说明不可以带宠物 和不可以拿外面的食物和食物进去 我现在进去 一进去呢 就看到它有一个 这里 又有一个招牌 老猪车仔麵 对了 我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吃 我就不想拍到那些人 这里 我刚才进来排到这张桌子 这里呢 这里就是它的厨房 大家看到它是重新装修了 很干猛 这里有一个Open Kitchen 老板在这里准备东西 我现在要坐下 现在要坐下吃东西 我现在要坐下吃东西 那有这些隔板 那现在所有的 很多餐馆呢 其实都用了这个方法去订餐 这个叫做QR Code 那你找个相机的功能 你对着它 即是相机的功能 对着这个QR Code 那它自己呢 就会弹出了老猪车仔麵 那个Lockdown的Apps 自己又在上网 Order就OK 转瞬间 我这碗车仔麵又来了 那我叫了什么车仔麵呢 听起来 那我就叫了一碗 叫做全家福 全家福有什么呢 全家福呢 原来是有六菜和一个面 有滷水大肠 咖喱鱼蛋 清湯萝卜 猪手 好 瑞士鸡肉 和鲍鱼仔 那我现在要尋找鲍鱼仔 噢 鲍鱼仔在这里 OK OK 我想告诉大家 它的Apps 有选择汤底 那我就选了 它的秘制桥底汤底 我叫做 接着 我另外再加入这个辣油 它这个秘制辣油 那我先喝一口它的辣汤 不 它叫做桥底秘制汤底 哇 我吃到沙啤味 有点辣辣的 但不太害怕 那你看到呢 那 它的大肠很干净 不像我那天去的那家 你看 全是肥膏 我怀疑那些已经是根本就忘了洗了 你看看人家的大肠 有洞的 那怎么办呢 它呢 入了味道 但又不肥 你不会咬下去 整口油 它淋得来又爽 而且很够味 蘿蔔就切到这个沙啤味 不是一片片 嗯 很筋 很腍 入味 车里面最重要的是鱼蛋 芫荽葱 干葱 是免费的 鱼蛋 不是小粒那只 它是炸鱼蛋 不是白鱼蛋 鱼蛋的鱼味都可以 那这个瑞士鸡 它没有炆得过軟 它的瑞士鸡的皮 还有蛋 OK 而且色水也挺好 正常的瑞士鸡的色水 镜头一转 我就要吃猪手了 拌开芫荽葱 我夹上手 猪手也很软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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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试一下猪手 哇 猪手很滑 很滑 很滑 它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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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吃了很多猪手 不知道有什么事 吃车里面 一定会吃油面 哇 这个油面 很滑 它很滑 它很滑 我另外叫一碗 是正式拼的料 有猪手 咖喱牛腩 和金钱肚 因为我很想吃猪虹 它是辣油汁 我看看什么分别 它不是很辣 这个很好吃 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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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少买回家吃 我想多数都是出街吃 尤其是吃车里面 一定要叫猪虹 加拿大的猪虹 你不可以和香港比 加拿大的猪虹 是偏实 因为不是它做的 它都是 通常都是买波纪猪虹 超市 我想多人多 我搜索过 只有一间猪虹 那就是波纪猪虹 牛肚 你看 彈一下彈一下 嗯 牛肚很好吃 很软 口感刚刚好 牛肚有回弹力 买牛肚 我们看到牛肚 也有这些位置 有点肥 所以它不仅是肉 它有这些泵沙腩 有这些泵沙腩 这个应该是泵沙腩 不仅是肉 应该有一些口感 我預測这个东西的口感 它是 一咬 不用出力就流 但是它有些泵沙腩 白色的那些 在香港這個混合是完美的 現在我介紹這碗就是豬油渣拌飯 很嚴重 我本來也不想點 但我要試試 因為多人當然沒什麼給家人吃 大家 豬油渣拌飯 我在加拿大沒吃過 現在要先吃豬油渣拌飯 它有些豬油 有些蔥 那我試試一夾 這碗飯死得了 我想我可以放三碗 它也不太油 它雖然是豬油渣拌飯 但它的碗底 看到嗎 它不是油浸著它 剛剛好它拌飯 它的份量是剛剛好 連蔥一起吃 是超級滿足的 這個好吃 今天我會介紹老豬油渣拌飯 給大家到這裡為止 哇 你看 真是很好吃 再會